等一下要坐飛機了,緊張嗎? 嗯... 蛤?什麼? 好開心! 早安! 不然會上布嗎? 嗯...太可愛了吧! 可愛嗎? 好開心喔 歡迎來到跟妳一起玩! 大家好,我是妮妮 我是海倫 現在幾點?現在12點30分了 凌晨了,我們還在外面閒話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桃園機場的第一航廈 我們要去哪裡? 去哪裡? 忘記了 妳這次要去日本哪裡玩 東京 東京還有哪裡? 地士尼 還有咧? 吃飯 你們想吃到哪裡好玩嗎? 就跟你一起玩吧! 緊張嗎? 好啊 呃 你看這火車站有很多可愛的扭蛋 我们刚刚坐那个Skyliner调转JR 然后因为我们大人都有手机里面有虚拟的IC卡 但是小孩子没有 那我们刚刚就其实在机台那边呢 有看了很久 那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 我就去那个Information那边 我就拿图给我看 原来那个机器 它是触控的 萤幕 但是旁边其实有实体按键 你要把它转到小孩子那边 然后才能买票 买小孩子的票 那比较便宜 那时候我们当然是210 yen 但小朋友大概就100块 所以就要买票的时候 然后特别注意一下 要找小孩子的那个键 你的票好小好可爱 走了我们去坐车 Go 我们现在人在新宿这里 那准备要去搭小田特快到香根 我们这次的旅游规划在东京是7天6月的行程 第一站会去香根 然后再到河口湖 总共是顺时针的方向开始玩 我们是购买富士香根周游券3天的票券 总共可以游玩香根跟住室和口湖区的交通工具 包含地铁啊船啊巴士啊跟登山南城的一个 那这个是他们的购买票的给我一些赢口湖区 所以就看到这些里面有一些停车资讯可以查跟时刻表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所有的行程跟票券啊都是透过K-LOOK买的 像SKY-LINER的特快车到东京 要如果出来玩一定要透过K-LOOK或K-A-DAY 这样你会省很多钱 不过有值得要注意的一点 在K-LOOK买的小田吉特快是自由座车票 那如果需要对号座的话可以在它的兑换的CENTER里面 在加价购买对号座的吉特快车 这样可以大概省半小时的车程 所以非常的方便 我们等一下要做这台浪漫特快车 现在要进去打扫等一下把那个椅转过来 它等一下会转向喔 然后转向就可以进去做了 转向了转向了 转向了转向了 转向了 坐火车了坐火车了 你喝什么 我喝 好喝吗 好喝 葡萄口味的吧 嗯 奶杯比较好喝 对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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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人到香根了 那因为我们有细带行李 想要在汤本香根这边逛的话 可以来 这边 可以积放行李 可以积放大行李 可以积放大行李 那外面虽然有Lock 可是只积放一些小型的 比如说背包之类 这个地方其实一出站就到了 我们看一下地图 我们在哪里 汤本香根车站 我们来到了 汤本圈圣地香根 可是现在几度之道 现在大概超过30度 超热的今天 我们现在直集这间店外面的 好像是香根这边的风味场 那现在是客门状态 今天是12点半 那这边很特色 你排后卫的时候需要按 你门口的平板 那全部都是ZOO 所以我们不会按 那边还好有人帮助我 你看我们这个位置很棒 就在窗户旁边 你可以直接看到香根的风景 这家店很古色古香 你看 它在Google评论是四颗星 然后有高达1000多个评价 其实真的 蛮多人 而且现在是客门 代表蛮多人推荐 推荐 大鱼板 大鱼板 对 Fried Fish Cake 然后要沾酱油 酱油 冒烟耶 鱼板 有浓的那个 鱼浆的味道 先吃它没有沾酱油的 它里面有那个花枝 然后好像还有一些青菜 因为我吃到脆脆的 像是青菜的东西 我会闻到味道 其实这样子吃就有味道了 我也会闻到 我在做的对面就闻到 就是有咸味 不需要再加酱油 那吃吃看加酱油 那吃吃看加酱油 要 再加 只是我觉得我会加 好像 都差不多 我吃了 酱油会很咸吗 很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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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蛋 上面的蛋跟里面的豆皮 捞进来 饭里面 一起吃的 因为这里面有酱油 然后 有馅 就是有调味的 所以弄进来一定一起吃 这两个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它刚刚给的酱油 要倒进去里面 这样才会有咸味 这个就是豆皮 上面这一撮应该是芥末 然后有小菜 豆浆是跟三号一起的 就是一整个套餐 它有先一个豆浆 味道的 没有甜味的 酷耶 它那个豆浆非常的浓 可是是没有糖的 它这个豆浆呢 味道跟我们台湾一起 有一些团骨豆是别的 就在卖豆腐 然后它也会卖豆浆 味道是一样的 非常不懂 它蛮香的 是甜 它很香 我在吃那个豆腐 刚刚沾了酱油的 吃吃看 都好了 感觉很绵耶 它不是不绵 它有点像我们的豆 有点滑 然后再稍微 硬一点点 不是像我们的台湾 台湾豆腐的那种 滑滑软软的那种 它是比较偏似的 硬一点 比较紧实 它的豆味其实没有那么重 你知道是因为它的酱油 味道概括 哦可能是哦 这个是豆皮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这个 明明平时我很好吃 豆皮沾芥末 豆皮有一点点 稍微有没有沾到芥末 第一 糕子 它的豆皮 它的豆皮 真的就是我们 台湾吃的那种豆皮 就是 火锅呢 加了一个芥末 芥末的香味还蛮好吃的 如何 是不是很香 它的那个 豆腐加上香菇 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鲜味 它的豆腐 都有鸡蛋的 很滑滑 然后看好 它只是里面还有一些青菜 跟它的日本米搭配起来 真的还蛮好吃 对啊 很Q 鸡蛋饭 嘿嘿嘿 鸡蛋饭 大口吃 它的豆腐配料 还有生姜 可是它的生姜 超级老 超级嗆 哇 吃起来很温 好 泡餐里面的甜点 它有那个 红豆豆腐 或者是红豆豆皮 两种可以选 那刚刚店员跟我们说 吃红豆豆腐 它是热的 然后它有一杯 应该是麦茶之类的 你看 嗯 嗯 那是麦茶 红豆还蛮香的 它是一大颗的 不是那种烂烂的 它的红豆 是一整颗的 不是像我们那种 熬成 嗯 比较糊的 它是一粒一粒的 它红豆本身蛮甜的 还好豆腐没味道 所以搭起来还算OK 这边 有很多特色温泉饭店 好像回到 古代时候日本那种感觉 非常的古色古香 这里有一个早云餐寺 很有日式风格的一间寺庙 早云寺 1521年就有了 太久了吧 走累了吗 还是要 用滚的下去比较快 哇 这里有人在拉人地车 太酷了吧 香根湯本车站下面的商店街 这里有一家专门卖蜂蜜的商家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冰淇淋 它里面是一整块蜂草给你 它这个 登山 登山缆车很像阿里山小火车 哇 你是不是觉得很像阿里山小火车 没有 你看它这个很復古的车厢 加上 那种很復古开窗式的设计 2年 3年 5年 6年 6年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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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今晚住的饭店 就在墙落车站的正对面 走路過去約30秒 所以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方便 飯店本身的簡約設計 乍看之下還以為是美術館 那也由於飯店人員的英文能力都不錯 所以整個飯店在外國人的比例是偏高的 開門囉 這是我們今天晚上的房間 你看 三張床耶 好可愛喔 他這樣三張床然後這個空間還OK 為什麼是枕頭擺這樣 他的浴室是這樣 一個洗手台 然後裡面一個小浴缸 有嗎 有啊超小的浴缸 他的廁所在這裡啊 他們都是這種分離式的 對啊好可愛 他這邊還提供每個人一套浴衣 可以泡湯的時候使用 你可愛喔 對啊讓你綁在那個腰帶的啊 類似飯店溫泉的地方有芬蘭湯跟女湯 然後一次最多容量只能六個人 那一進去你就要拿這個名牌 大家就知道你有進去了這樣 那你各六位 剛才check-in後小睡了一下好多了 後來快要往生了 那現在大概五點四十幾 我們出來覓食 一睡起來氣溫整個驟降開始涼了 我們到的時候應該是東京這個禮拜最熱的時候 然後開始從明天會氣溫驟降 大概到十幾度 到二十幾度之間 哇好刺激啊 我們要去吃一間炸豆腐店 這是一間非常日式的餐廳 他的舊館在他的對面 那我們就是要去他的 心館 他這邊一樣要領號碼牌 跟早上一樣 這個領號碼牌的機器 怎麼按啊 看不懂嗎 哇我們做旁邊耶 這裡也是用平板點餐 好酷耶 我的米乳來了生啤酒 他有芥末耶你看 然後他下面也是豆皮嗎 好軟軟的 吃看看 這個超特別的 吃起來好像是柴魚高昂丼的感覺 涼涼的 還有柴魚鮮味 這道菜吃起來跟中文完全是一種感覺 多了耶 那個丼層次比較多一點 起司 裡面包起司 我們只要生的 我不知道 可是裡面是包 起司 所以其實起司味道很好吃 感覺他這個 那個醬啊 要沾這個吃 他這個是蒟蒻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耶 一個櫻花 這是櫻花 旁邊他們是蝦 所以叫什麼 櫻花蝦 蛤 我吃的是炸豆腐套餐 這個是一般份量的飯 然後還有一個炸豆腐 它炸豆腐看起來是很像炸豬排耶 大概是豆腐來著 然後上面還有蛋 看起來有點像那些親子凍 的那種感覺 醬就是醬油 醬油煮一起這樣 看起來很好吃 我來吃吃看 對啊 它上面是醬油醬油湯 雞蛋 對 是親子凍的醬 吃一口飯 這是親子凍 只是它就是豆腐 沒有雞肉 你看它的豆腐裡有包東西 它豆腐裡面夾肉末 它豆腐裡面夾肉末 就不會單純很乾 就只有白豆腐 沒有味道那種感覺 那是有肉末的 它的這個皮 跟炸豬排的皮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會感覺你好像也在吃炸豬排 但是其實它是豆腐 這個炸豬排的炸得太美 看看這個黑豬肉的橫切面 它這個很厚耶 它有沒有 三公分啊 它這個肉上面 應該是三層肉 它上面還是有肥肉的部分 先吃吃看原味 好軟 好軟 你吃吃看我 好軟 可是 比較油一點 如果你 怕吃肥肉的人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油 它油花比較多 很軟 然後加點 炸豬排的醬 看看它 看它的醬 這塊 很多肥肉 可是它 它沾醬我沒有這麼鹹 我的口水都會低下來 你看 我是點黑牛套餐 它本身油花比較多 如果怕吃太油的 你改點伊比利豬比較細一點 它價位也比較便宜一點點 比麗雞豬肉套餐 它本身瘦肉比較多 不可以 比較便宜一點 比較便宜一點 比麗雞豬肉套餐 來試吃看 它本身瘦肉比較多 不會比較便宜一點 比較便宜一點 比較偏乾一點 這裡有一間 INDIGA 不知道貴不貴 我們講說這是灌籃高手平交道 吃完有點怕酒疯的狀態 好喝喔 這個好喝喔 對 沒有140塊的日幣 他可以刷卡 可以啦 耐配 這裡有耐配 這裡有賴沛耶 有啊 賴沛 好 我要點哪一杯咖啡 它可以用賴沛怎麼用啊 欸 賴沛耶 賴沛 不支援日本的賴沛啊 這次改用拍攝卡試試看 下面 喔 來了 一百 所以證實IC卡可以 大家千萬要記得 來日本不用買實體的西瓜卡 直接用手機加入交通卡 然後直接逼 很方便 超方便 那間很酷耶 好有殘餘的一間 這是飯店嗎 現在大概七點多 我在日本的街頭一台車都沒有 台灣的話大概你沒有地方可以走了吧 山根的人都七點都睡了是不是 嗯 店家都七點打烊耶 對啊 所以可能八點就洗洗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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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